勺药马上就能种了 这是我们的五年苗勺药 老话说七勺药八牡丹 意思就是说过了阴历七月份之后 畜鼠过后气温逐渐开始下降 就可以种勺药了 那白鹿过后就是阴历八月初 气温逐渐稳定以后就可以种牡丹了 那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种勺药了 像东北、甘肃、新疆、内蒙 这些地方就可以种了 今天来地里边挖几颗勺药 给东北的花友发走 看一下我们的勺药长得多好 这是五年的勺药大富贵 花芽也出来了 花芽也不小 过段时间这个花芽还能长得更大 像这么大的勺药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原颗栽种的 一般三年以上的勺药 我们可以分猪种 分成两颗或者四颗来种 那像我手里拿的这颗这么大 有将近二十个花芽 这一颗我们可以分成六颗 甚至八颗来种 那分的每一颗上面有三四个芽 下面有根 明年就得开花 而且观赏勺药的繁殖方法 就是靠分猪繁殖的 再过半个多月 全国大部分地方几乎都可以种勺药了 我们今年这片勺药地要清地 上万颗勺药 主要的品种有大富贵 腌制点狱 还有肿生粉 红烟飞霜 高杆红 还有紫风朝阳 十个品种左右 有一些品种量比较多 有一些品种量比较少 我们基地的每一颗勺药品种 都有保证 品质有保障 而且有售后服务 热水